农村常见的植物苍儿,它的果实苍儿子是个宝 好多人不知它的珍贵到底何用途呢 今天通过视频给大家详细分享 香金屋咸草,用好解释宝 大家好,我是洪秀 欢迎收看今天的视频 在我们北方的农村 每到秋冬季节都会有好多村民去户外采摘苍儿子 苍儿子知其是宝 懂得人常常把它摘回家,晒干留着备用 苍儿子有哪些价值呢,好多人还不清楚 今天就给大家详细介绍苍儿子怎样弄,摘下来晒干 大家请看,我身后这一大片苍儿呢,就像人工种植的一样 冬天刚来,苍儿子的叶子已经枯萎了 现在正值采摘苍儿子的时节,药物价值也是最高的时候 农村的朋友,这种小野果,您并不陌生吧 它浑身带刺,又被称作小刺球 小时候啊,我们常常把它摘来之后啊,当做饿素剧的玩具 粘在衣服上,粘在头发上,很难撕扯下来 不知道正在看视频的广大网友们,你们那里有这种植物吗? 有没有玩过呢? 童年的时光很美好,每当看到这种植物的时候啊,都想到了小时候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晒干的苍儿子卖到十几元一斤 因为这植物有市场价值,有些人专门种植它卖钱 懂得人说它价值好,把它当宝一样,摘来晒干 大家应该都听过苍儿子的这些报道吧 大家看看网上卖的苍儿子呢,是经过专门人工加工的 懂得农村人,把苍儿子摘回家,然后戴上手套,把它摘下来 因为摘得多,会容易被刺到 摘好的苍儿子呢,不用清洗,直接放到筛子上 摘上几天后,拿个专门的工具,把苍儿去刺 我见到过有些农村人,调好的液体去泡苍儿子 所以说,不懂炮制的人不要乱来 虽然说苍儿子有很高的药价值 但是,需要经过医生的叮嘱方能谨慎使用 大家来看,这些苍儿子的产量非常的高 每个植株上面的都是硕果累累,挂满枝头 苍儿子它作为一位中药材 在每年秋冬时候,都会有一些药材收购商 走劫创贩的来到我们农村,去收购,晒干的苍儿子 朋友们,你们那里有人去采摘拿来售卖吗? 如今像这种野生的苍儿子也不多见了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采摘一些,留着种子回家呢 种起来,如果是大家在户外遇到了它 千万不要把它给破坏掉,一定要把它保护起来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下期视频,再见